为了提高亚裔社区对于家庭暴力这个问题的关注 洛城市吧台在上周六举办了一场多语言的电视募捐的活动 并且得到了社区民众的支持 这次电视募捐所获得的款项将全部用于亚太家庭中心 为虐待的受害者提供一系列服务 家庭暴力一直是一项严重影响社会健康与安全的问题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并提高亚裔社区公众对家庭暴力问题的关注 洛城市吧台在上周六分别用中文 韩语以及菲律宾语 进行了一场电视募捐活动 来自亚太家庭中心的成员作为节目嘉宾 为观众讲解了家庭暴力的定义 解决办法 以及普通民众应该如何帮助那些家庭暴力受害者等问题 节目直播过程中得到了亚裔社区民众的大理支持 其中中国信托公司一次性捐出1万美元 而在捐款节目的直播现场 热线电话也接连不断 活动共收到了上千通的电话 民众在进行咨询的同时也纷纷慷慨解囊 以表达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爱心 我希望我们有抛砖引玉的这种心 因为平常我们都认为我们有多少钱 所以不需要我们的支出 其实我们少喝一杯波霸几块钱 或者是少喝一杯咖啡几块钱 这些几块钱会帮助很多家庭 根据最新的统计 此次捐款活动总共募得一万两千一百九十美元 这些善款将全部用于亚太家庭中心 为家暴受害者提供的一系列服务 与此同时 还没来得及捐款的民众 在此次电视捐款活动结束之后 仍可以利用管道来捐款 以帮助家庭暴力受害者走出阴霾 并减少家暴的机会 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网站 这个nurturingchange.org 可以直接从那里去捐钱 也希望这个节目以后 有更多人知道我们这个中心 以后如果是想要捐他们的钱 捐时间想要来当义工 就是帮帮忙 我们每次都可以打电话 给我们的热线网站上面 也有就是我们的outreach coordinator 他们的直接直线电话 这样子如果有什么兴趣的话 随时也可以通知给我们